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度 Hello 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去被譽為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度 不丹 這個坐落在印度和西藏之間與世無爭的淨土 以往總有一些神秘 總有一些遙不可及 但是現在可以跟我們旅行團 同大家一齊以多角度 親身感受不丹獨特的文化 以及遊覽舉世文明的宗教建築物 現在就讓我帶大家一齊走進喜馬拉雅山下 迷人的香格里拉去體驗一下 為了令大家更舒適省時到達不丹 我們會安排乘坐不丹航空 或者不丹皇家航空公司直航往返 講起不丹 大家可能會想起梁朝偉和劉嘉玲在此舉行的世紀婚禮 所以我們會帶大家 參觀這場世紀婚禮的克塞拉漢寺 又名為珠雀寺 這裏是不丹最古老最神聖的寺廟之一 寺廟裏面珍藏了很多珍貴的宗教文物 同時這裏也是當地人民 朝拜的神聖之地 仍然是不丹皇室舉行慶典的重要場所 另外我們會去到婦禦寺 婦禦寺建於海拔3100公尺的高山峭壁上面 它獨特的位置和令人讚嘆的建築風格 令婦禦寺成為不丹最具特色的宗教建築 亦都被列入為世界十大寺廟之一 非常值得參觀 除了珠雀寺、虎月寺這些世界文明的寺廟之外 我們還會去到另一個 不但最為知名的寺廟之一 日逢寶 又名為帕羅宗 意思是寶女上的珠寶 始建於1644年 這裏曾經被用作保衛帕羅河谷的寶女 非常顯眼 她的前身是地方政府的辦公機關 包括國民議會的會議大廳和地方法院 就連不丹著名的電影《小活佛》都在這裏取景 現在仍然有200個真女 每逢大節都會吸引成千上萬的當地民眾和遊客前往 場面非常熱鬧 就連梁朝偉和劉嘉玲的甜蜜婚照都在這裏拍攝 之後我們會去到 如今被公認為 不丹求旨和求福的聖地 切米拉康 這裏是不丹為了紀念最受人尊重的 喇嘛珠卡夫拉而起的寺廟 接著我們會去到 108 座佛塔 這裏是不丹第四世國王 為了紀念在殲滅不丹南部 反政府武裝中喪生的士兵 同時為了祈求世界和平 祈求神靈的庇護而建造 佛塔主要以白色為主 每座外表都很相似 構成一個壯觀的景象 在這裏如果天氣情況許可 還可以遠挑喜馬拉雅山山脈 看完宗教建築之後 我們會帶大家去到 不丹唯一的動物園 去看看不丹的國獸塔金 塔金即是羊頭牛身的意思 正式學名寧牛 它有著獨特的相貌 頭似羊 角似綠 體似牛 尾似爐 也是世界上供應的稀有動物 目前在不丹境內 大概只有300隻 被不丹政府列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除了看美景和宗教建築之外 我們還特別安排穿著不丹傳統服飾 嘗試做個不丹人 因為不丹國家規定國民 上班上學入廟拜神等等正式場合 都需要穿著傳統服飾 團友穿著不丹國服 體驗不丹獨特的衣著文化 感受一下做不丹國民的滋味 絕對是一個難得的體驗 除了傳統服飾體驗 絕對要講到不丹所製造的郵票 它在世界上有著文明的地位 我們會帶大家去到庭報的郵政總局 選購心儀郵票 除了買郵票之外 我們還會安排即場為團友拍照 再將相片印刷出來 給團友製作出獨一無二的個人超像郵票 大家可以用這張郵票寄明信片回香港 給親朋好友 真是非常值得留念 來到不丹 我們全程會享用多餐不丹風味宴 更加會安排不丹傳統歌舞萬宴 等你體驗當地特色美食之餘 同時欣賞富有濃厚色彩的不丹傳統歌舞表演 真是試、聽、味覺、三重享受 至於住宿方面 我們更加會安排全程入住不丹豪華五星級酒店 尊貴享受、告人一等 永安旅遊、悠遊傳包 不丹五天深度遊 全程不設自費活動及自費餐食 免收旅行團服務費、稅項及原油付加費還傳包 講了這麼久 是不是很想快點出發去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度呢? 心動不如行動 現在馬上我們永安旅遊網站報名吧